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刘伟刘教授 刘教授是来自于 北京邮电大学 然后请刘教授 请问刘教授在吗 你好 刘教授好 我这儿信号不好 我就我就不开那个视频了啊 那个这边信号有点差 在家里 对 刘教授好 您不用开视频 大家都对您很熟 都是您的粉丝 这个您这个 这个在中央电视台 还在这个 各大媒体上 我们都是 您的这个面口 都已经溺入 脑海都能出现出 好不需要再论点了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不敢当 那个 敬请您 给予指导 指导 这个不敢当 非常这个荣幸啊 受这个 当老师邀请啊 参与这个 这次这个 第二届 人 人工 议事啊 这个这个大会 非常荣幸啊 呃 是这样 呃 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 发生到今天啊 出现了很多 这个 争议啊 包括 它能不能用 呃 或者用得好不好 但是呢 现在 我 我们现在看到了 很多这个 呃 很多 这个 消息吧 现在很多大厂啊 是被这个 被这个 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 给绑架了 啊 这个 这个 最后能不能落地 现在大家都 打问号 包括 大家了解到的 像那个 流浪地球2的 这个导演 郭帆他们 呃 也用了这个 Sora和GPT 发现效果不是多么好 啊 因为 这个电影工业界里面 它是比较精密的 他们拍电影 是要有盈利的 呃 所以 像这种 呃 人工智能的 这个 框架 啊 大家还是存很多质疑 现在到目前为止 呃 到后来 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呢 也不得而知啊 呃 另外啊 这个人工意识啊 是非常重要的 呃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是因为大家知道 呃 人工智能可以 呃 存在问题 但是人工意识的 也展露头角 比如说 深蓝啊 呃 还有这个 阿华购 还有这个 蛋白质的折叠 实际上 他们在 这个工程上 或者在这个 呃 围棋 像 国际像机上 已经有了 他们的意识 啊 它只是计算的意识啊 它是计算 才产生出来的意识 呃 究竟能不能出现一些内生命呢 现在还很难预料啊 大概 我无论如何吧 呃 段老师现在发起的人工意识 这个大会 呃 走到第二届 我们也期望 呃 以后啊 越走越远 给这个世界的这个 人工智能界 或者 呃 智能界啊 带来一股新风啊 啊 好 我长话短说 呃 谢谢 谢谢段老师的邀请 呃 感谢刘伟教授 呃 那个 对这个 我们就说 人工意识 人工智能 到人工意识 这个前沿 给出了这个 精辟的 呃 论出和指导 那么呃 呃 刘伟教授呢 呃 著名的刘伟教授 因为刘伟教授很多 但是我们的 我们是 请到的是 我们人工 智能领域 最著名的刘伟教授 那么呢 呃 也是代表我们国家 呃 经常为我们 呃 作为这个 呃 中美对话 等等 就是 呃 等的这个 首席代表 这个代表 那么呢 呃 呃 站得高 看得远 然后 呃 真的是把这个 前景 就是说是 让我们能够看到 具体的前方的路 呃 那么呢 刘伟教授 呃 呃 呃 我们 人工意识大会 世界的人工意识大会的 共同发起人 也是这个 呃 第一届 事业人工意识大会的 呃 呃 呃 这个 领域 呃 呃 主题讲 呃 演讲专家 呃 呃 呃